世界级美男 宝石般的深陷 美坛制造机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儒家男孩 金 金 朔 真 1992年12月4日出生于金基道 本名金朔真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像爸爸一样的人 虽然爸爸的工作很忙碌 但每次出差回来都一定会带上家人喜欢的礼物 对家庭也是非常尽心尽力 而他从小就长相帅气 国中时就曾收过SM的练习生提议 在通过第一阶段征选后 他并没有继续 国二时就到澳洲学习语言 不是去留学 只是去短期研修 在研修时期曾拍下一张照片 照片中他和迪士尼电影系列出身的演员 米歇尔·何普同框 被粉丝发现后引起热议 高一时他梦想成为新闻记者 但高二时他看了电视剧《闪得女王》 被金南吉的演技感动 所以他转变志向 想成为能够让人感动的演员 为了要成为演员 他努力考进了建国大学电影艺术学系就读 在某天上学途中 被Big Hit的关系者向重 才走到现在 原本他只想当演员 对歌手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不过为了要累积经验 他还是进入公司当练习生 而过程中他也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 而现在他的梦想 就是能够跟成员们一直表演到老 因为原本他的梦想是当演员 所以对唱歌跳舞是完全不在行 当练习生后才开始学习 他主要是练习唱歌 经过两年的练习 2013年正式以 七人男子团体 放弹少年团出道 虽然他的运动神经很好 但他的舞蹈实力却是出奇的差 在团内和RM一起被称为是舞蹈黑洞 学习舞蹈时 他跟RM因为会拖累其他人的进度 还要到旁边先练习 之后再让成员们来教他们 从出道开始 两人就有着舞蹈神经战 但到现在都还没能分出胜负 也因为这样 所以在舞台上 除了自己的部分之外 几乎没有当中心的机会 更不会有读舞机会 编舞老师也会把他的部分 编得简单一点 节目拍摄时 也会尽量拍他个人上半身 常常尽量舞拍他的下半身 不过后来经过越来越多的练习 到现在舞蹈实力已经进步许多 2016年发行正规二集 他透过主打歌《血汗泪》 展现了惊人的进步 特别是后半部 把眼睛遮住Wave的部分 许多人都表示非常性感 虽然实力进步了许多 但在安排队形上 还是都会将他和RM排在后面 不过也是因为他们身高比较高 为了均衡才站到后面 不过在春日和Fake Love的舞台中 他担任了好几次的中心 结尾也是站在中心位置 舞台分量多出了许多 在其他歌曲中 也展现了帅气的样貌 Wave曾经说 他是为了团体做出最多努力的成员 在酒店休息时也会独自练习到很晚 可见得在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虽然被称为是黑洞 但在即兴发挥上 他被称为是变舞大师 听了歌词 马上就能编出舞蹈动作 和舞蹈实力不同 他的歌唱实力非常好 在团内主唱线中 他担任高音的部分 出色的美声非常适合各种类型的歌曲 特别是抒情歌和OST歌曲 他的技巧不多 展音非常自然 发音和情感表现都非常好 因此大多担任独唱部分 在强力的动感歌曲中 加入节奏叫缓的部分 让观众更能集中视线 这部分也大多是他负责 专业音乐评论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许多粉丝也都表示 他的声音就像宝石般会发光 而他所唱的solo歌曲 最少在50个国家 最多在109个国家中 任上一位 可以说是全球认证的歌手 他的情感丰富 性格正直善良 在富裕以及良好的家庭教育中成长 温顺乖巧 就像模范身般的外貌 也让他获得了许多关于美男类的外号 2015年年末颁奖典礼时 因为下车的画面太为美 让他获得了车门男的绰号 2017年参加美国告示牌音乐奖时 站在左边数来第三个 在推特上疯狂被问左三男是谁 而左三男也成为他的绰号等等 美男的外貌总是能让人第一眼就注意到他 虽然其他成员也都长得不错 若要说救国是美少年担当 那他就是有演员气质 像男友风格的美男 他的帅气外貌也获得了所有成员一致认可 而他是队内最年长的成员 但拥有超级童颜 不说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年纪最大 刚出道时他的话不多 表现得也比较文静 但渐渐开始展现像芒内般可爱的面貌 虽然是年纪最大 但经常表现出傻傻可爱的样子 让人分不出到底谁是大哥谁是芒内 他也可以说是团内的搞笑担当 综艺感非常好 虽然现在出演综艺大多都是全体一起 但过去只有几个人可以出演综艺时 他一定会在其中 因此他也比较没有大哥的威严感 而且他的脸皮也很厚 再加上会做出大舒适的冷搞笑 在节目上光明正大 承认自己觉得自己长得很帅等等 都成为搞笑的素材 而入坑进的粉丝们的共同点 除了他的外貌和综艺感之外 还有一样就是人性 在韩国这么重视长幼有序的国家 他在团内不仅不是队长 还很能接受弟弟们的玩笑 让许多粉丝都直呼没有这样的哥哥 私下跟舞台上又展现了不同的面貌 私下会比较像成熟的大人 是能够带领弟弟们可靠的后盾 偶尔生气的时候会很可怕 成员们都说 那种平常笑笑好脾气的人 真的生气时是比谁都还要可怕 过去曾有人问他 会不会对自己分配到的部分 比较少而感到焦急 但他表示相信对的时机 该来的就会来 等一下下就能获得二 等两下或许就能获得三 让人看到他成熟又正面的想法 原本想当演员的他 在团内最先尝试演戏的是B 有人问他对此的感想 他也表示替他感到很开心 对于如果跟成员们 喜欢上同一个女孩会怎么做提问 他也立即表示会放弃 让人看到他比起自己 更会照顾其他人的性格 房石鹤也说他非常的正直 个性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是能够好好抓住成员们 带领他们的人 虽然都能够接受弟弟们的玩笑 打成一片 但也是在背后 默默当坚强后盾的人 只要跟他一起共事过的同事 或者是工作人员 都对他的人品满是赞赏 随便搜寻都能出现一对 关于他的美谈 说到Jin 也一定要提到他的游戏和宠物 他从小五开始 除了准备大学和练习生时期 以及刚出道的几年之外 他都持续的有在玩风之谷 有玩风之谷的玩家大多都知道他 甚至连营运者都知道 所以在2020年11月时 还曾邀请BTS一起合作 他也会在SNS上传 玩游戏的活动 或是相关的贴文 也会跟粉丝们讨论游戏内容 有段时间风之谷还被说是 BTS的最大受惠者 游戏论坛甚至还称Jin 是游戏的主人 而他也非常喜欢动物 之前伴随他12年人生 就像家人般存在的宠物去世 他难过到无法好好跑行程 心理状态非常的差 Joe也领养了两只蜜带巫 因为担心年轻粉丝 会没有慎重考虑 就跟风似养 所以没有立刻公开 过了段时间才公开 不过2019年 在直播中难过的表示 有一只不注意彩空 而从高路坠落离世 他也呼吁养小动物的人 要多了解动物习性 并实时注意才能够更好好的照顾它们 他也写了歌曲纪念 转现了柔和的摇滚风 并且使用低音调 让人更能感受到藏在歌曲中的感性 他是团内年纪最大 随着年纪渐长 也要开始烦恼入舞当兵的问题 在访谈中 他强调自己认为 当兵是为了国家的重要义务 对于自己入伍后 其他成员可能会继续活动的提问 他表示相信成员们的选择 虽然自己不能参与 会感到有点难过 不过还是会在军中 用力为他们应援 这两年除了海内外粉丝之外 就连政治圈和政交界 都非常关心他们入伍的时间 虽然还没有确定入伍时间 但相信当兵完后的他 一定能展现更成熟 更有魅力的样貌给大家 以上就是这集 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 可能每天都会被自己率醒的 Gin 金硕珍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安妞